好 那我沒有徵兆 無反徵兆 偉智 我從我措施畢業開始 有反對性的釋法直到現在 那我們協會基本上也是這個立場 那先說一聲不好意思 好 那我相信這是一個開放的 場合 那歡迎各種言論的發表 那等一下對於修法 有任何意見 我們都很樂意開放規劃 那我希望這件事情呢 基本上有一個共識是說 我認同公民決心 好 因為在整個修法的過程當中 不僅僅是修法 我們這一段時間 在台灣發生了太多政治議題 或跟公眾議題有關的事物 但是在政治的主導之下 卻都犧牲了公民的權益 或者的意見 包含政治修法也是 因為我分別跟幾個提案的立委 都接觸過 我發覺 假如我們把我們的法 交給這些立委來主導 那對於我們未來 不管是心理學界 平創心理學 或是智商心理學 或各位在學的同學 未來的專業發展 或者生涯發展 或者學習而言 其實都是鼓勵的 基本上他們是在一個完全不了解的狀況下 或者是為了個人私立的狀況下 所提出法案修法內容 而在跟他們的溝通過程當中 其實你會發覺到 他們對於整個心理諮商 或臨床心理的發展脈絡 跟現況 是完全不了解的 當然更不了解目前的教育場景 所以我更希望等下 多聽一些在做的 特別是你在臨床心理學界 或者你在智商心理學界 正在接受教育 正在學習同學的堪打你意見 因為你之所以叫做公平決心 我相信這是跟你個人有關的事物 那更重要的是 它涉及到你個人的權利 跟利害關係 既然跟你個人有關 我更希望是聽不到你們的意見 跟看法 那我們現在目前沒有任何修法的立場 有沒有 基本上是希望開放啦 但是如何開放 我覺得希望公開討論 我記得前一陣子福茂 大家在在福茂的時候 我們聽到馬英九有一句口號 叫做立大於壁 大家還記得嗎 那很多人對於這句話 我想不知道你們的看法是什麼 可是我覺得重點不在於 立大於壁 或立有多大 立有多小 重點是對誰有利 對誰有利 而誰決定對誰有利 對誰有利 為什麼我們不能自己 為自己的利弊做選擇 做決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為什麼一定要在求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以下 犧牲少數人的利益 台灣的不根議題 核式議題 大普案 瞄裂封測 基本上都是訴求於大多數人的利益 而必須犧牲少數人的利益 難道不能共利共存嗎 好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整個除貿易當中 最讓我欣賞的是建民 好 有看這個建民解放區 那之所以叫做建民 是因為已經被整個階級制度打到最下一層 沒有在下一層 好 那我希望我們這次面對修法 假如跟你有關 我希望走一條建民自覺的路 同時我也希望能夠發展一個 和而不同的理想對話行徑 什麼叫和而不同 和平的和 就即便我們立場不同 但是我們可以針對不同立場 彼此對話 彼此溝通 彼此理解 最終找到不是什麼利大與利的 而是百分之百對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 我覺得這是我希望的 而不要因為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利益 而犧牲那一趴人的利益 而那一趴的人 往往是沒有機會發言的 好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我們感謝王先生的發言 就是其實今天這張題蠻突然的 就是我首先必須我要重重的 跟黃心理師跟林心理師兩個道歉 就是說 OK 我們剛主辦單位有說到這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說 如果 艱難得有臨床心 不是 福大心理系的那種 反下修的一整個反證照化的代表 我們就希望他可以直接出來 那我覺得其實重點是我們可能主辦 當局很尊重兩位的意見 這樣我真的抱歉 那就希望 應該是我錯的 對不起啊 兩位 對不對 沒有 然後我們椅子是因為是不夠啊 所以我們這個牛安排你比較方便 沒有 沒有 建民坐地上都可以 對不對 我也有建民區的 那所以 我們等一下的話 回應就是大家可以針對任何回應 那如果三位有任何的意見 那我還是以兩位 會有算是公會 學會為主的代表 回應為主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 就其實跟我們講一下這樣子 那我們主辦的其實他已經有針對 呃 王先生的一些動作回應 讓我們請他稍微講一些話 這樣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剛在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我發現 因為我們之前在我們的粉絲專業已經澄清過了一件事情 那我發現在最後一段跟那個 就是他在廣告那邊說 呃 說到法律那個什麼 公民覺醒的論壇 什麼的 不知道什麼之類的 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已經澄清過 但是現在還是沒有 正去正去 更新 所以我覺得 我們沒有花時間在這上面 那那一段就請大家忽略 那 因為呃 作者本身也許 對於心理司法的立法的發展脈絡 跟歷史也不是那麼了解 但是我認為哦 修法這件事情 就像剛剛前面黃心理師一樣 他是從88年的 臨床心理師 把立法開始談起 我們得要回到歷史的脈絡當中 來理解這件事情 那 假如這一段話 對於主辦單位造成任何困擾 或者他們覺得造成任何誤解 甚至造成任何傷害 我代表作者在這邊跟大家說聲對不起 跟主單位說聲對不起 那我覺得這個不是重點 我希望把時間放在更重要 更核心的議題上 好不好 謝謝 好那既然 那個 我是立法先生 那我們就 就那個 先進入討論全訊 搭 討論全訊你要帶你們來講 不好意思 那我其實簡單來講講 因為今天我們特別人特別多 那主辦單位比較獨裁一點 就是我們希望等一下呢 首先第一個你們有任何問題 的話請盡量減少你們的一些 譬如人生背景 學經濟的一些介紹 直接講重點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尊重大家任何人的發言權 就是不管包括哪位都一樣 就是我們盡量舉手發言 然後不要打斷對方 好不好 我們就先 呃先請 如果任何問題想要針對剛剛兩位心理師 所講的東西 先做提問的 我們先以提問優先 好不好 不好意思 有沒有認為 好像是只能議題會為優先嗎 哦不是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都沒有Q&A時間 所以就是有人想問的 就可以先問 這樣子 因為我認為今天來的 其實那個議題是會有的 我相信我們剛剛心理師們 這三位 不管哪一位心理師 但是我相信他們講的議題 都是我們今天想要來的 所以我認為 我們基本上 我認為即使是提問 或者是表面上不是提問 但我認為都會有一個聚焦 那我覺得這個聚焦 他應該是拿回自己發言人 怎麼來聚焦這件事 是我們就要講這位同學說法 其實我大概解釋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本來辦這個講座 主要目的是給一般大眾 我們希望是一般大眾 因為可能在場到時候 來的這些是以背景的 但我們希望是給一般大眾 所以才會請兩位心理師 先簡單介紹一下他們的職業 以及心理師 把它來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假設大眾是無知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會說是以提問為主 但當然內容的話 如果你想要直接有些論述 想要講座 是非常完美的這樣子 那只是說 我在這個時候先請就是 有沒有人相信Q&A 不然的話就是我們就直接 有任何意見 就請大家給我丟出來這樣子 大家可以不用那麼緊張 請問我是公民記者 我要錄發言人的影像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意見 如果有意見是不是 事先講一下 那我就可以照地上 或照什麼 是就是其實我們現場有 我們也有直播嘛 雖然今天直播網路有點怪怪 那就是如果等一下有任何人 不想露臉 不想露臉 就跟我們講一下好不好 對對對就是 這位公民記者 其實上次已經有來了 他會在公司做一些 我們簡單的介紹這樣子 大家可以上去公司的 那個公民記者去看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我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我剛剛 都聽到一小段 關於黃心理師 對於那個 臨床心理師 接觸到心理師 法和立法脈絡 我是民國八十年 進府仁大學 運用心理系 民國八十年 從府仁大學 運用心理系畢業 那在我還沒有畢業的時候 其實就我所知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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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學會 臨床心理學組 當年 也就是現在 臺灣 心理學會 前聖 在學組 臨床心理學組 研究 曾經推過 臨床心理學界的 專業認證制度 而這套認證制度 是透過你的 實務經驗 加上你的提個案 加上你寫一篇 你的專業論述 然後教育學組 審查委員審核 而發了給你 專業認證 而當時的 臨床心理師 包含公職的 臨床心理師 的任考資格 都是大學畢業 那這個是 其實當時的 臨床心理師 已經在推的 一種認證制度 而不是用的 唯一考試 當時大家都認為 實務經驗很重要 而學歷不是唯一的 所以他們強調的是 實務經驗 但是細節幾年 我相信不清楚 手邊應該還有資料找得到 但他們第一個 實務經驗幾年 第二個提個案報告 第三個寫一篇專業認證書 透過這三樣的東西 然後送給臨床心理學組 教OEO 審查委員審核 發給你專業證照 那這個當時 其實是想要回應 在醫療系統裡面 臨床心理師 地位的第一下 對 那這當年其實 因為整個在醫療系統裡面 臨床心理師是唯一一個 還沒有國家證照化的專業人員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臨床心理法 就我所知啊 我不知道對不對 其實臨床心理師法 也是臨床心理學 臨床心理師 實務界自己提出來的一個法案 而不是政府強迫 好 所以這不是政府介入想要強迫我們 或專業進入政府的建制體制當中 而是臨床心理學界 為了在醫療系統底下 跟其他的專業人員 平起平坐 而不得不得一種 策略新手段 這是我想要補充的 那大家假如有錯誤的地方 歡迎大家跟政府補充 謝謝 業者補充這部分啊 不過我想要先提一下就是說 剛我在講一個專業的行程 在前面 其實你一定是慢慢的建構起來 不可能說一開始 聽到就說是理工師 那在剛講的 檸檬性是在講六十年 一開始去的是大學 一開始去的是大學 這點我其實完全不同的 在公職那些也都是大學 可是這個跟我們今天 要聽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思考就說 是不是代表這東西永遠就停在那裡 這東西是不是永遠停在那裡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後面到底 在那個時期 為什麼學主會去提出一個 專業的檢核的一個進步 其實那個也不敢證照 那不敢證照 我同意那個時候 當時的情況 進行學界人 為了提升自己在某種 意料界其他人之間的地位 雖然我一直覺得 這是一個奇怪的做法 你自己公共證照 人家是會尊重你嗎 我自己沒有這麼認為 所以我沒有覺得說 這個東西就必然更有效 可是我們好像今天只有一個思維 弄個證照 弄個證照 好 可是弄個證照 回到我剛剛講的 我認為 它不是政府今天強制要做的 沒有錯 可是它確實一直也是政府的方向 因為你今天是一個醫事人員 我們今天的對象 我們現在回到 因為我是臨床 我們的對象是病人 我們的對象是有偏差的病人 所以 當我們今天面對有偏差的病人 我們被歸納在醫事人員裡面的時候 政府它其實遲早要去做規範 只是找我很多疑 那臨床經理師在民國88年 臨床經理師法 在臨床過之前 其實花了十年的時間 其實花了十年的時間 在跟政府裡頭學的工作 我們要弄得臨床經理師法 把這東西進口起來 那